美国联邦卫生单位表示 这六名美国民众在接种 交生疫苗之后出现了血栓症状 为了安全起见 在调查分析结束之前 建议各州暂停施打交生疫苗 根据统计 目前全美已经有将近700万的民众 施打了交生疫苗 而这六名病患都是年龄介于 18到48岁之间的女性 她们是在接种疫苗后的6到13天 出现了血栓症状 结果造成一人不幸死亡 另外一人病患危急 相较于交生疫苗 接种辉瑞与莫德纳两种疫苗的民众 都没有发生血栓症状 白宫新冠病毒应变小组强调 接种新冠疫苗的好处仍然远超过她的风险 虽然目前暂停使用交生疫苗 但不会延误到美国现阶段的疫苗接种目标 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共报道